因為你插座是有電的 但是你這時候裡面它有一個電池 然後外面有一個大的電壓灌進去 它是瞬間灌進去 所以呢 電表會燒掉 所以不能在歐姆檔位去測電壓 不管交流還是直流電 懂我意思嗎 所以要記得這兩個注意事項 特別注意的話 老師要把它記一下 你量電壓一定要確定你是在電壓檔位 而且不要放著插隊 不可能有電是說那個儀器不要通電的意思對不對 對 就是你不能是有供電的情況之下去測歐姆檔位 因為我們的歐姆檔位的意思是 靜態兩側是沒有外部電源 它是完全靠裡面的電池去供電的 懂我意思嗎 這兩個特別注意事項要記下來 這個在教學的時候你要先講給你這一塊 當然啦 以前有講過 以前碰過有一個學生很調皮 它是... 它是...